来朋友们大家好啊 今天是礼拜天 我们呢就出去三一散步 在我们这个大学的旁边的大学大学学生城的的东部 就是我们这个慕尼黑 English Garden 英格兰公公园 这是我们慕尼黑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市中心的公园 比纽约的Central Park还要大 总共3.7平方公里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南边就是贯穿慕尼黑的这个河流 这是这个伊萨河 然后这就是整个公园 我们现在北边我们可以一直走到南边 但是我们今天怕是走不到了 我们呢就带着各位一起来观赏一下这个公园的风景 哎现在不错 我们很有很有运气啊 我出来的时候还是在下雨呢 下着小雨现在天晴了 当然没准一会还会继续下雨的 我们呢就随便看随便逛逛吧 因为反正就像德国人那样 德国人就是一个很大的爱好吧 就是他们会喜欢去那种 弯的就是 你可以说是溜弯 但是他们这个溜弯溜的时间很长 就是比较正式的那种 在山林里啊 在大县的公园里啊 一走走好几公里那种的 这也是他们的一大爱好 所以呢 那这种晒太阳也是一个 也就是他们的其中的爱好之一 嗯 而且在这个公园里头呢 就是现在说实话天气有些冷 不还是 所以人这也不是很多 等天气稍微暖温暖一会 比如说在那个夏天啊 在那个秋天啊 这边的话人是非常多的 那里面的人就是有的 在这边野餐呀 在这边聊天呀 在这边运动啊 干什么的都有 这个我当时过来的时候也是 感觉人很多 不过我相信 各位在欧 在欧洲呀 在美国的朋友们 应该有过这种感觉 就是他们确实很喜欢在户外运动 这也不算是户外运动 就是在公园里头溜达 然后感受大自然 然后这个吧 反正这也是我头一次 一个人出来 以前嘛 哎我虽然不算是 我不算是家里的 我自认为不算是战役男 但是我出来的话 那也是去城市里头 买东西才好嘛 这个啊 这一个人出来 一个人在太阳底下走 我也是很少有个体验 你看他们说 很多人啊 都在遛偶啊 一起感受这个大自然 确实不错 我们现在呢 就是试着朝它的中部这边走 这个走在草坪上 这会儿的这个草坪 还是没有到他们的领盛西嘛 你看草还是比较稀疏 而且也也不是那么的清绿 毕竟 现在虽然是三月十几号了 但实际上 呃 但是实际上天气还是比较冷的 而且 呃 气候比较 气候比较也不是也不能说反常吧 就是经常是变幻变化异常 你看现在啊 蓝蓝天白云出来了 我出来之前的时候还是天气比较 比较阴的 呃 当然呢我前几天的时候天气也有好的时候 就是可惜那天有事吧 反正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在慕尼黑以北 呃北部 这个市中心的北部 也就是在这个花园的北部 其实这边的情况 也不算是 呃 慕尼就是这个 英格兰宫洪洪洪里的最核心的区域 最核心的区域 我们向南部走 走几公里才行 这个就是 那边的话有很 有好几座塔啊 然后 有那个 这个慕尼黑公园里的地标型 形建筑 算是他们的核心区域 我们这边呢 当然这这边的话 可以到处留着转之类的 反正对于我这个 从北京来的吧 我就是 啊 这以前从未有过的体验 行 那那个 总之啊 就是各位如果以后就是 来德国 我觉得可 甚至可以说就是 在欧洲美国呀 就是 这个市中心 这个城市公园 可以想着去看看 尤其是就是 你的朋友们就是 或者是 你身边的那个 当地同学们 应该 多多少少 比较喜欢这种氛围 你们也可以跟着他们出来 然后可能就是边走边聊 那种的 哎 那部比我一个人出 出来 留我一个人爽 啊 好 各位 拜拜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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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